徐若萱必談遭強國封殺自認倒楣 看到家福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擔任家福代言人的徐若萱 14日出席宣導記者會 她升格當媽後特別感性 談起受虐兒鼠毒落淚 不過讓徐若萱落淚的不只虐童 還有這件事 是的 日前中國封殺一人名單中 她就是其一 不曉得徐若萱怎麼看呢 你看一下我的那個手上這條線 人太歲年的時候啊 就是 不解不一定要很高調的去解釋 有些所以就只能認倒楣 是好好的一個照顧家裡 就希望太歲年 你給我趕快平安度過任何事情 也是啦 因為現在她的生活重心 幾乎都放在寶貝兒子身上呢 因為她很愛丟垃圾 然後桌上有水她就會擦桌子 她會擦桌子 然後她會炸桌子 娛樂東新聞 女神兒子根本全能來著嗎 報導